晚上好 欢迎收看5月23号星期六晚间的百格大事迹 过去三个星期以来 漂泊在东南亚海域的船民考验着我国 印尼和泰国三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 澳洲周末报根据印尼的估计报道 目前还有大约7000人漂流在海上 印尼外交部多边事务司司长哈山向澳洲外交部长透露 这些人当中只有30%到40%是来自缅甸西部的罗辛亚人 其他的船民不是寻求庇护的人 也不是难民 他们都是非法劳工 抢在大马找工作的孟加拉人 其中一艘在有600人的船上 大约有400人都是孟加拉人 根据美联社的统计 马印太三国至今为止就起了3000多人 大马方面 全国总警长卡丽说 佛罗交易的非法路径者总共有1018人 其中孟加拉人就高达了550人 至于救起来之后如何处置后续问题 卡丽说 马印太将在一到两年之内安排他们返回祖国 以及继续给予那些漂流在海上的传民援助 和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但未进一步透露如何打击 来看下一则新闻 首相纳吉今天在一场活动中说到 如果国阵要在来届大选取得胜利 现在不是要求领袖辞职的时候 因为只有领袖强大才能带领国阵和巫统 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 因此他认为现在不是互相争吵的时候 而是大家应该要有协商才不会失败 另外面对消费税之后呢 涨价潮 纳吉认为呢 要怪就怪那些无良商家坐地起价 并且承诺加强执法铲除奸商 来看下一则新闻 为了减少国内的烟民 卫生部长舒巴马莲今天建议 将每年提高香烟价格 希望每包香烟会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 涨价到15令吉 他表示目前我国大约有30%的成年人是烟民 前的女性的吸烟者的人数也在增加 所以政府将通过数项措施 包括减少可吸烟的地点 增加禁烟区 限制售卖香烟的地方 那减少香烟广告及增加香烟的税务等等 对于我国通话费贵的争议 今天通讯与多媒体部长阿木杀比里就做出了回应 表示目前还算便宜 甚至让他有廉价的感觉 他以手机预付卡的收费为例 指当年每分钟的收费要2令吉40仙 如今确有电讯公司推出每分钟三仙的配套 这是因为电讯公司已经慢慢的赚回90年代时 开始设置的2G设备的成本 因此通讯收费也就逐渐了往下调 所以他认为收费昂贵的问题并不存在 不知道部长这番言论你认不认同呢 来看最后一则新闻 根据泰国明珠报的报道 泰国警方首席查案官舒维拉中将透露 泰国U5已经将当地投资者的大约18亿泰铢的资金提出 并且贿赂大马的户头洗黑钱 泰国警方在巴东误煞逮捕了三名太极人士及一名大马人 当时他们企图将另外一笔高达7亿多的泰铢运入大马 这4人除了涉嫌投资欺诈及贷款活动之外 也将被控意图洗黑钱 今天的大世纪到此结束 谢谢你收看